兄姐妹们平安 那我们再次来祷告 大家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因为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 能够来领受你一切分身的恩典 主我们将接下来的分享时间 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主你保守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 主你都引以运行在我们众人心里面 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 让我们也有悟性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主来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说 Amen 好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要分享耶稣通往天国的梯子 那我想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知道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是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你会发现当你看一个人 如果你以貌取人的话 往往就发现这个人 当你跟他接触之后 发现他跟你第一眼所看到的 可能相差什么 非常大对吗 所以我想我们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类似的经历 当你刚接触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只是透过他的外表去认识他 当你看到一个人很凶的时候 你可能不大敢接触他 但是当你接触 当你正见的认识他的时候 你就发现 虽然他外表很凶 可能他内心是一个什么 非常柔和的一个人 所以各位当我们还没有进入 就是深入接触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就马上对那个人产生什么 偏见 然后就对他进而远之 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其实他也是好像经历了一个什么 不可冒相的一幕 所以这个人叫做拿大爷对吗 所以这个人一开始 他听到耶稣的名字 他一听到拿撒勒的耶稣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产生了抵触 对不对 他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他是很不以为难的 对这个拿撒勒能耶稣 可是当他跟耶稣开始有交流 开始接触之后 他马上只个人产生了什么改变 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以色列的王 所以他就马上确认说 这位耶稣真是了不起 他是什么 他是弥赛亚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也透过 这个拿大爷的认识 我们看到耶稣 是怎样的一位神 那么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 给拿大爷的这个应许 上帝 耶稣应许他要看见什么 更大的事 所以透过耶稣基督 他将要看到天国的门 向他敞开 他看到那条 冲往神面前的路 所以借着这段经文 上帝也让我们能够看到 这条路已经打开了 冲往天国的门已经打开了 这个梯子就是谁 耶稣他自己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所要分享的 所以盼望我们 也能够像这个拿大爷一样 虽然一开始有质疑 耶稣能够 耶稣到底是谁 好 质疑这个耶稣真的是神吗 但是渐渐的 当我们受邀请来到这里 要来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耶稣有一些什么 交流 你来敬礼他 那么你也能够像拿大爷一样 整个人的生命 能够产生一个改变 从质疑不信 对吗 然后到最后什么 要来宣告耶稣真是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能够有 拿大爷这样的信心 那么上帝也应许会赐给我们 看见什么 更大的事情 那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 我刚才说过了 那个拿大爷就质疑耶稣 对吗 所以一开始告诉我们 耶稣 他说又次日 耶稣要往加利利去 那什么 为什么这里突然有个时间 所以约翰福音是很喜欢 把时间列出来给我们看的 所以这里是 耶稣出来传道的第四天 各位 所以耶稣在他 前面三十岁的人生当中 其实什么 是隐藏起来的 圣经只告诉我们 他怎么出生 然后他告诉我们 他在哪里出生 怎么出生 然后告诉我们 他十二岁上的什么 耶路撒冷 对吗 去了圣殿 然后后面就没有 其他耶稣的记载 然后呢 所有四福音里面 关于耶稣最详细的记载 是耶稣三十岁 当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间 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 耶稣出来 三十岁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首先他来到哪里 他来到约荡河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当他接受 约翰的洗礼之后 然后呢紧接着 他就开始呼召门徒 呼召了谁啊 呼召了安德烈 跟那个使徒约翰 所以安德烈呢 马上就 当他一信主 他就马上就去找谁 找自己的哥哥 找自己的哥哥彼得 所以各位 这是最初开始什么 跟随耶稣的三个使徒 那么又吃了 就想到第四天了 那么第四天 告诉我们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那这个时候 耶稣在哪里呢 耶稣在约荡河外 各位 所以我们看到 当耶稣基督 他受洗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他四十天受谁的试探 撒旦的试探 对不对 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圣灵就把他提到旷野 那么在这四十天当中 耶稣受撒旦的试探 他不是不做其他的事情 他是有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第四天 耶稣要往这个旷野 就是约荡河外 进入到哪里 进入到加利利 为什么要进入到加利利呢 因为他是加利利人 对不对 耶稣是拿撒勒 加利利的拿撒勒人 所以他回到 他很有可能是要回到拿撒勒 然后去跟他的母亲玛利亚 一起去参加一个婚宴 我们怎么知道呢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告诉我们第三天 耶稣去参加什么 一个加拿的婚宴 就是耶稣第一次 那个使水变成酒 行这个神迹的地方 所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他可能是要回家 那么在这个路上呢 他碰到了一个人 叫做斐利 那这个斐利是哪里的 是博塞大人 我不知道耶稣是怎么碰到他的 那圣经就告诉我们 那耶稣碰到这个斐利的时候 那么耶稣就直接对这个斐利说 来跟从我吧 好 各位 如果你今天在大街上 你不认识我 我在大街上 我告诉你 我看到你 我告诉你 你跟从我吧 你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我是个神经兵 确实是如此 如果你突然间在大街上 你跟属我说 你来跟从我吧 我也会觉得是个神经兵 那么为什么耶稣看到斐利的时候 直接说来跟从我吧 那么斐利有没有跟从了耶稣呢 四十五节说 斐利就找着拿当爷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跟众先知所记的 就是旧约的意思了 好吗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跟众先知所记的 他说的是旧约圣经 他说旧约圣经所记的那位弥赛亚 我已经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所以这是斐利跟拿当爷的介绍 那说明斐利有没有跟从了耶稣 那跟从了耶稣 就我刚刚说过了 我在大街上呼召你 叫你跟从我 你说我是 特别像个神经病 对不对 那斐利为什么他就跟从了耶稣呢 所以四十四节特别提醒我们 他说这个斐利是哪里人呢 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那我刚刚说过了 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 第一个姓耶稣 跟随耶稣的是谁 安德烈嘛 对不对 所以安德烈在第二天 他马上就去找了彼得 他的哥哥一同来什么 跟从耶稣 所以呢 我相信斐利 他可能在伯赛大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安德烈跟彼得 给他介绍了什么 给他介绍了耶稣 所以他对耶稣 是有一点认识的 他听说过耶稣的这个名字 所以当耶稣遇见他的时候 告诉他你来跟从我吧 所以斐利才这么容易什么 跟从了耶稣 他相信安德烈跟彼得 所传的是真的 所以斐利他一被耶稣呼召的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火热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信主的时候是这么火热 火热到一个地步 他马上就去找谁 找他的好朋友拿荡叶 所以他找他的好朋友拿荡叶 拿荡叶是哪里人呢 是迦拿人 所以他要从伯赛大去到哪里 去到迦拿 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他找找好朋友拿荡叶 告诉他什么 就预言了那位弥赛亚 我们遇见了 就是拿荡叶的耶稣 结果拿荡叶一听到他的介绍 他就说什么 拿荡叶能够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各位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他是不是很看不起拿荡叶人 我们福州的同胞 当我们常常看不起 一个村庄的人 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看不起拿荡叶 所以当他讲到说 拿荡叶还能出什么好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是因为拿荡叶是一个什么 名声不佳的地方 各位名声不佳的地方 可能这个地方出了很多什么 不好的人 做了很多什么 那些坏事的人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呢 是因为拿荡叶是一个什么 小地方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大人物的地方 小到一个什么地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加利利省的一个小村庄 所以这是一个小地方 没有出过大人物的地方 所以拿荡叶能够出什么好的吗 那么第三个 更重要的我觉得 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是因为拿荡叶他熟知 他非常熟悉旧约的 旧约的预言 旧约的书卷 所以他熟悉旧约的经文 他就知道 关于旧约当中 所有有关于什么 弥赛亚的预言 那旧约当中 有三百多处 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各位 所以这一个 拿荡叶他非常的熟悉 所以当他一听到说 这位耶稣出自哪里 拿撒勒 可是旧约 大家看第三行 弥加那一段 旧约明明告诉我们 旧约预言到说 弥赛亚要出自哪里 他说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所以他说伯利恒以法他 那么当这个斐利告诉拿荡叶说 耶稣是拿撒勒人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 怎么可能 耶稣明明 他说如果是弥赛亚 他一定降生在伯利恒 怎么可能降生在 拿撒勒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质疑的缘故好吗 所以因为他熟悉什么 旧约 诸卷 那么各位 我们有答案吗 到底耶稣是拿撒勒人 还是伯利恒人 那为什么圣经称他做 拿撒勒人耶稣呢 好 所以如果你读过 路加福音一到三章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当玛利亚怀孕 就是那个生种的时候 对不对 已经很大的肚子的时候 那么凯撒奥古斯都 他就下指 要所有的以色列人 做什么事情 靠名上者 就是要做户口普查 那怎么做户口普查呢 就是要回到你的本地 本家 本族去了 好吗 所以如果 我们当中 可能很多人 小时候都经历过搬家 对不对 可能你是 可能你从管头搬到连家 可是你 当你要户口普查的时候 你就需要回到哪里去 你就需要回到管 回到管头去 管头连家 好像是一个地方 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搬过家的 但是你一定回到 你自己的祖籍去什么 去户口普查 所以当玛利亚跟约瑟就什么 就上路了 所以当他们就一路走着 来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那天玛利亚发动了 对吗 所以他就要生了 他就在马朝 伯利恒的马朝里面 生下了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所以各位 耶稣确确确实实是 加生在哪里 伯利恒的马朝 确实加生在伯利恒 但是呢 因为 马利亚跟约瑟 他们两个 几代以来 可能已经居住在哪里 马朝了已经很久了 所以就好像我自己 我的老家在梅亚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是哪里的人的时候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搬家了 搬到了清潭 所以我有的时候 别人问我哪里的 我有的时候说梅亚 有的时候说清潭 所以各位 有的时候就看我的反应了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约瑟跟马利亚 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 他们两个人的祖先 大卫王 大卫是哪里人呢 大卫是伯利恒人 所以他们就要回到 大卫的家乡去报名上策 那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从拿撒勒去到哪里 去到伯利恒去报名上策 所以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可是我们却称他做什么 拿撒勒人耶稣 这是他父母去住的地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拿当业质疑耶稣 乃是因为什么 乃是因为 在他的观念当中 或者在他所熟悉的 旧约经文当中 没有任何一处经文 提到过拿撒勒 也没有任何一处经文 什么 讲到过拿撒勒 要出什么先知 如果我们 看那个 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二节的话 有一个人叫做 尼哥底木 当时呢 很多人在攻击耶稣的时候 尼哥底木就出来 为耶稣讲话 所以当时呢 尼哥底木 为耶稣讲话的时候 当时旁边的那些 法利撒人就说 他说 你且去考察考察 加利利 没有出过先知 所以尼哥底木 为耶稣说 说耶稣是先知 是尼赛亚 可是呢 这些法利撒人不接受 他说你去考察 连加利利都没有出过先知 更何况这个 加利利的拿撒勒人 耶稣这么小的 争章里面的人呢 所以他们说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位 拿当夜 一听到耶稣是 拿撒勒人的时候 他的下一次反应 这么强烈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所以 亲爱的诸位 我不知道你 在你的信仰道路上 是否也有过 同样的经历 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来到美国 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各位 有一对夫妻 白发长长 七八十岁的男夫妻 所以他们呢 就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 他们就对我什么 传福音 所以一开始 我完全不感兴趣 他们对我传福音 我不感兴趣 因为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曾经是个无神认者 对不对 我是一个时髦的无神认者 为什么 还有我觉得 思想跟别人不一样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是一个很时髦的无神认者 我觉得 宗教信仰 对我来说都是精神鸦片 都是迷信 所以当时的我 我觉得我完全不可能 去接受这个信仰 各位你知道 他们跟我 就是接触 我接触了多久吗 三年的时间 整整三年的时间 我没有一次答应 跟他们去教会 三年的时间 我没有觉知要信耶稣 三年的时间 我没有被他们影响 整整三年 一对老夫妻 白发参参 每一周都来看你 还要教你读英文 教你什么 虽然他教我读的是圣经英文 所以为了学英文 我也满读了 可是整整三年时间 我无懂于诸 我觉得我自己心肠有点刚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拒绝他 为什么我当时不愿意相信 因为我下意识里面 我质疑这个信仰 我质疑所有的宗教信仰 因为我觉得 我既然是一个无神认者 我觉得宗教信仰就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精神鸦片 就是一些迷信的事情 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诸位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们一开始 一听到这个耶稣的名字 我们就下意识地拒绝他 可能有的人说 这个信耶稣都是什么 这是西方的宗教 我们要信就信佛教 就不要信这个西方的宗教 那我们其实下意识的反应 跟这个拿当业是一样的 我们因为质疑 我们就选择什么 不要相信 我们也不要去接触 所以我不跟他们去教会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信 我也不想要信 所以各位 你把他们三年没有跟他们去教会 那你说我第四年去了吗 对不起 第四年我跟他们完全断绝了来晚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完全消失了 他们可能年龄太大了 所以第四年他们已经 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 所以各位 当北历听到了这个拿当业的质疑的时候 他有没有开始跟拿当业做辩论 他有没有跟他辩论的时候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看看拿撒勒到底能不能出一些好的东西 他没有对不对 他没有跟他来做辩论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当他做见证 遇到了一个重大障碍的时候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邀请拿当业 他说什么 他说你来看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有一天 黄福音做见证 遇到障碍的时候 你实在也不需要跟人做任何的辩论 你只需要邀请他什么 你来看 那么当斐力邀请拿当业 你来看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 拿当业接受了这个邀请 对不对 他没有马上拒绝 那我当时想 为什么拿当业就这么快 就接受了斐力的不像我 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 他们拒绝了什么 三年的时间 这个拿当业为什么会接受呢 我想可能很重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因为是什么 这个斐力 他一信主就热心地 要去找人传斐 就找谁 拿当业 说明拿当业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什么 重要的朋友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当你听到一个好消息 你要分享的时候 肯定是找你最重要的人 对不对 所以拿当业对斐力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所以因为拿当业 也知道这个斐力 是好朋友的缘故 那么为了好朋友 我要不要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嘛 对不对 你的好朋友 一而再再三地 邀请你 你要不要来 你要来啊 给面子嘛 所以第一个 我想很大的可能性 他要给斐力面子 那我想到了 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 他要帮斐力来打假 什么叫做打假 因为刚刚说过了 他质疑对不对 拿撒勒的耶稣 怎么可能是弥赛亚 所以他要帮他打假 所以可能拿当业 觉得我熟悉旧约的书卷经文 我去帮你跟这个耶稣对峙对峙 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想到 结果万万是他想象不到的 所以当斐力带着拿当业 找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看见拿当业 就指着他说什么 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的 所以如果今天 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说哇你真是太帅了 哇你真是太漂亮了 你心里面会觉得惊讶 还是觉得 觉得很开心 这个人在夸我 我可能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你看拿当业 但耶稣夸好像在夸他 对不对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这个是一个诚实的 没有诡诈的人 他不是开心 他的反应是什么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他很惊讶各位 所以耶稣 说明耶稣不是在表面上 看到一个人就随便夸夸他 而是耶稣真实地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拿当业当时 他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各位 拿当业当时在五花果树底下 就是在斐利找到他之前 他在五花果树底下 那么在犹太人 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在五花果树底下 经常在做什么事情呢 休息成年 最重要的是要默想灵修 所以不像我们 像我默想灵修的时候 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默想灵修了 但是呢 犹太人他们喜欢在哪里 默想灵修 喜欢在五花果树底下 所以有一天你去 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在五花果树底下 能不能找到这些 这样子的犹太人 在那边默想灵修 所以拿当业在五花果树底下 默想灵修 到底在默想什么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在默想谁 他在默想雅各 以色列这个人 所以耶稣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 耶稣暗指了谁 暗指了他的祖先 雅各 就是以色列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 雅各 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新生命 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 好吗 所以如果没有雅各 就没有以色列 为什么呢 雅各他本来的名字叫雅各 那么上帝后来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人是从他出来了 那上帝为什么要把名 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呢 那在 如果你熟悉 如果你看过 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的话 亚伯拉罕 萨拉 彼得等等的 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什么 都是被改过的 亚伯拉罕的原来名字叫亚伯拉 珍贵的父亲的意思 那么上帝把他的名字改了 上帝说从此有 你不要叫亚伯拉 你要叫亚伯拉罕 上帝也对他有一个期望 是让他成为 从一个珍贵的父亲 成为一个什么 多国的父亲 所以上帝告诉他 我给你一个应许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好吗 你从你生所生的 要成为许多的什么 国家 要产生出许多的国家 那么他的妻子撒来呢 他的妻子撒来原来是公主的意思 撒来是公主的意思 上帝说 撒来不要再叫撒来了 撒来以后要成为什么 沙拉 所以撒来从公主变成了多国之母 所以因为从他生所生的 也同样后来成为了什么 许多国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上帝把雅各改名成 以色列的时候 上帝对他有一个期望 期望什么呢 期望他这个人能够改变 他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雅各是一个诡诈 一个常常欺骗人的一个人 非常诡诈的一个人 当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在利百家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他利百家怀的是双胶胎 所以呢 雅各跟姨嫂在他们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不断的什么竞争 所以利百家怀他就很辛苦 因为两个孩子在他里面 一直什么换跟斗 一直在争在抢 所以当他们出生的那一天 姨嫂先出来了 那么他的哥哥姨嫂先出来了 他哥哥出生的时候 因为全身都是红色的毛 所以他们的父母就说 这个孩子因为全身都是红色的毛 所以给他请名叫姨嫂 姨嫂的意思就是什么 红毛的意思 那后来呢 雅各呢 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 紧紧的跟出来了 那么 所以他的父母就说 这个孩子叫做雅各 因为他很喜欢抓 他拼命 拼了一切的力气 什么 就是要拼命抓 抓自己 抓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 所以各位 他无论怎么争 没有争过姨嫂 对不对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小儿子 那么哥哥以嫂 成为了长子 那么他就不能够继承 双倍的财产 犹太人的 犹太人是这样子的 哥哥 长子是要继承什么 双份财产的 那么雅各就不能够继承 双份的财产 所以有一天呢 他趁着他哥哥很辛苦的 很辛苦 从地里面工作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煮了一碗红豆汤 告诉他哥哥 他说我愿意这碗红豆汤 跟你换那个长子的名分 可不可以 那哥哥当时就愿意给他换了 为什么哥哥愿意跟他换 大家知道吗 因为他的父亲 天心 偏疼谁 偏疼大儿子的 所以他就想 无论怎么样子 我给你就给你了 我既然口头答应你 但是我的父亲 还是比我为什么 长子呢 所以本身 与生俱来的长子这个名分 他觉得可能是偏不走的 所以各位 雅各就用这样的方式 偏走了什么 哥哥长子的名分 这个还不够 那后来他的父亲 要死的时候 临终之前 想要给长子祝福 要把长子的福分 赐给这个长子 赐给姨嫂 那么当时呢 雅各知道了之后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刚才说过了 哥哥全身很多的什么 毛 对不对 那他就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披上动物的毛 父亲已经脑眼昏花 看不见了 他就披上动物的毛 然后走到他父亲的面前 假扮他的哥哥姨嫂 他说 父亲你要给我祝福了 我是姨嫂 父亲说 听你的声音 怎么不大像姨嫂 他说我就是姨嫂 你摸摸我的手 来看一看 父亲一摸 真的全手都是什么 都是毛 真的是姨嫂 那就给他祝福了 所以你看 雅各就用这样的方式 骗走了哥哥长子的名分 骗走了哥哥长子的什么 祝福跟应许 所以他哥哥那天晚上回来 就很生气 要杀他各位 要杀他 所以他就什么 逃跑 他逃完了 那么他逃完了 其实当他逃完之后 当他逃完了20年 后来他回到 要回到迦南地 因为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落叶归根回来了 那天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很惧怕 各位 他惧怕 见到他的哥哥姨嫂 因为他觉得 他哥哥对他的那个怒气 还没有全消 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把所有他的财产 那他的卢谷 带着他所有的财产 过了那个亚伯渡口 他说我从这个 你们先过去 带着我所有的财产去过去 我的哥哥看到了你们 你就告诉我哥哥 这些都是献给你的 你想要多少 你就拿走多少 他大心 哥哥可能还不能够消气 怎么办呢 他就接下来把他的老婆 这个老婆 再送过去 他说你们也先过去 我的哥哥要是再不消气 可以什么 可以对你们 就是打打慢慢 可能会消气 接下来他就把他的 12个儿子 什么 也都送过去了 所以全部都送过去 之后剩下谁 剩下他自己 没有过去 那么那天晚上 上帝向他显现 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就与上帝摔枪 他一直抓着那个不放 他说 除非你给我祝福 要不然我就不放你走 最后来各位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与神摔跤 他竟然赢了 因为他时时的抓住 不让他走 一定要给他祝福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上帝说什么 你从此以后 不要叫雅各了 你的名字要叫什么 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就是这么来的 上帝看到这个人 拼命的抓 拼命的欺骗了 翻是什么 得着了许多的东西 甚至各位 我刚才说过的 他前面送过去的财产 也都是因为欺骗的方法 从他的舅舅拉巴那边 什么得着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一生当中 常常什么 充满欺骗 诡诈的一个人 上帝说 你要改名叫做什么 以色列 他很有意思 如果你读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说32章 但上帝告诉他 改名字之后 圣经有没有 从此以后就称雅各 做以色列呢 没有 圣经里面还是 常常称他做什么 雅各 那有的时候 就给他称以色列 什么时候呢 当他变成一个 没有诡诈真诚的 那个时候 上帝就开始 就开始称他做以色列 当他还是诡诈的 雅各的时候呢 他的名字还是叫什么 雅各 所以到了他真正 快要死之前几年 当他下埃及 就是约瑟 把他们带到埃及的时候 这个雅各的人 这个人的神秘 才真正改变 从此以后 圣经常常就称他做什么 以色列了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上帝想要改变这个雅各 使他成为以色列 上帝尊贵的丸子的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人将上一改 本性难移 他常常还是什么 他自己 还是他的老我 这样的一个人 他很难改变 但是呢 当今天耶稣看到 拿大耶的时候 耶稣直接说 拿大耶是谁 他说你是个 真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 所以拿大耶 实现了以色列的 这个什么理想 大家明白吗 上帝要把雅各 改成以色列 雅各到了年 到了很好很好的时候 他才真正的改变 可是这个拿大耶呢 他好像与生俱来 他就是一个什么 心里没有诡诈 一个很真诚的 一个以色列 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 为什么拿大耶 一听到耶稣夸他说 你是个真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 他很惊讶呢 因为耶稣把他跟谁做对比 耶稣把他跟他的祖先 雅各做对比 所以他很惊讶的一点是 耶稣竟然知道 我在五花果树底下的时候 我到底在默想什么 你能够知道我 好 今天早上的 灵修经文是什么吗 好像没有一个人 能够知道我灵修经文 是什么 对不对 可是呢 耶稣竟然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非常的惊讶 所以他就问 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那么耶稣告诉他什么 耶稣告诉他说 当你在 当斐力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五花果树底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了 所以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 耶稣真是了不起好吗 这个耶稣真的不是一个什么 真的是招呼了人的范畴 因为斐力有没有可能 事先棉性耶稣告诉他 我从五花果树底下 找到哪天 你也把他带来 好 跟你看一看呢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各位 想想看 两千多年前 有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嘛 对不对 也没有长登记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竟然知道 斐力在哪里找到他的 他竟然知道 斐力是在什么 五花果树底下找到他的 所以他说 斐力还没有呼召你 好 我已经看到了 你在五花果树底下 干什么 他默想 所以拿大业 他突然就意识到了 这位耶稣真是了不起 各位 这位耶稣无所不知 所以这绝对是 超出了人的范畴 所以因此他就说什么 拉饼就是老师 他说老师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那大家要知道 神的儿子 以色列的王 这两个称呼都是 都跟什么 都是弥赛亚的意思 所以他说你真的是什么 弥赛亚 对 各位 我们看到这一位 拿大业 他从质疑耶稣 对不对 拿撒勒伦耶稣 这个拿撒勒伦 做什么 好的吗 那么当他接受 斐力的邀请 来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开始与耶稣 有交流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开始改变了 他整个人就从质疑 变成了什么 开始深信 他就宣告 他比老师 你真的是神的儿子 是以色列的君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永远想不到 一个小小的邀请 能够造成 怎样持久的一个影响 那刚刚我说过了 各位 我说过了 那个夫妻三年来找我 都没有去过教会 对不对 我真的一直都没有去过教会 我感谢神 为什么我没有跟着他们去 我说上帝 我后来信主的时候 我说上帝 我感谢神 因为这一对夫妻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耶和华见证的是异端 对吗 虽然我铁石心团没有去 但我也感谢神 因为我的铁石心团没有去 可是后来过了好多年 到了2010年的时候 长老的亲家母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亲家 Peter长老的亲家母 他是我的一个老乡 所以他就在路上碰到了我的姑姑 他就跟我的姑姑说 因为他认识我 他说叫你们家的立方教会 他说我这个教会很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那个时候在哪里 我的姑姑们看到我 看到我那个时候很不成样子 沉迷在那个网络我当中 我可以休息的时候 一整天不吃不喝 我可以不睡觉一直看 我可以看小说看电视剧 我可以一个屏幕 开着好多的东西在那边看 对 当时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 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跟弟兄姐妹一样 对 因为当时我没有身份 所以当时长老的亲家母 她说 让立方来我们家会很好 然后我姑姑因为这两个原因 她就千里迢迢开着车 专门从马力兰 把我载到基罗亚来 对 我是贝逼来的 虽然他们邀请了我 其实我是贝逼来的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什么都没有想到 我想长老的亲家母 也什么都没有想到 她随随便便带进来的一个人 后来我竟然能够 决志成为什么 决志成为传道人 对吗 一个曾经 听到耶稣的名字 我也很不以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精神鸦片 我觉得这是一种迷信的一个人 我后来竟然能够什么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 是因为我也在教会当中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亲自亲密的耶稣 我跟耶稣有对话 难道神真的是面对你 跟你对话吗 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读经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读经临修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上帝 在跟我们什么对话 所以当我 进主之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真真实实地 经历了这位上帝的什么 真实 所以后来我相信了 我决志了 后来我就什么 奋献了 虽然奋献的道路 也挺多 也有一些 也有许多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感谢神 虽然我是 因为长老的亲家母的一个邀请 我的姑姑们 这两个迷信 非常 就是佛教徒 竟然愿意什么 千里迢迢把我从马里兰 载到纽约 让我进了这个教会 后来我就在西洛亚 那个受洗信主 所以感谢神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各位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 能够想到说 一个小小的邀请 能够造成怎样持久的影响 对不对 当斐力去带着 他邀请拿蛋液 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过说 拿蛋液将来会为耶稣 训道成为十二使徒之一呢 我相信他也没有想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 你去找这个拿蛋液 是不是十二使徒之一的话 圣经没有这样的经文 但是我们如果去查看 十二使徒的名单 你发现有一个 每一次都跟斐力排在一起的 叫做巴多罗买的一个人 那巴多罗买不是一个名字 他圣经里面出现一个 巴耶稣啊 或者巴多罗买啊 巴约翰啊 巴约拿啊等等的 这个都不是一个人真正的名字 巴的意思呢 在希腊文里面是儿子的意思 所以巴多罗买是说 斐力和谁的儿子 多罗买的儿子 多罗买是一个姓氏 所以多罗买的儿子就是谁 就是拿蛋液 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 这个拿蛋液就是巴多罗买 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后来当耶稣复活升天 对不对 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就 他后来称为十二使徒鸡 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 他后来跟着 他后来跟着马太 就是马太肥的那个马太 也是这里所说的立位了 所以他跟着马太去了哪里呢 他跟着马太去了印度长飞 那后来呢 他又跟着耶稣在肉身的弟弟犹大 不是卖主耶稣的犹大 是耶稣肉身的那个弟弟犹大 他跟着犹大两个人呢 去了亚美利亚这个国家 传飞 那后来这个拿蛋液 他就是在亚美利亚训道 被钉在十字架死的 那后来因为他死了之后呢 亚美利亚建立了 建立了那个使徒基督教会 那后来亚美利亚这个国家呢 就跟这个使徒基督教会 成为什么 成为国教 对亚美利亚是第一个 使基督教成为什么 国教的一个国家 就因为什么巴多罗买的训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小小的邀请能够造成什么 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你说 这是很久远的人物的 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 我再讲一个例子 讲到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穆迪 所以穆迪呢 他本来一开始呢 他是在那个鞋垫里面 做小学徒的 站在小的时候 那他去过那个教会的主力学 那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没有去了 所以他的主力学老师 叫做爱德华金伯尔 所以爱德华金伯尔呢 后来有一天他发现 这个穆迪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所以呢 他就准备放下一切 去找 去寻找这个穆迪 后来他就知道 穆迪原来在一家什么 鞋垫里面做小学徒 然后呢 他就找到了这家鞋垫 然后他就邀请这个穆迪 他说你要回到教会 所以后来接下来呢 这个老师的缘故 他就把穆迪带到了什么 基督的面前 那穆迪最终就离开了那家鞋垫 后来这个穆迪 各位要知道这个穆迪 成为了十九世纪 最伟大的什么 不道家之一 非常非常好的一位传导人 那这个穆迪呢 后来呢 他就常常进行国际演讲 开步道会 那有一天 他就来到了大布列颠岛 就是英格兰了 他来到英格兰的时候 他来到一个小教会里面步道 然后就影响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什么 这个人叫做迈尔 最后来这个迈尔 因为听到了穆迪 讲述了他这个爱德华金博 他的主力学老师 怎样子影响他的这个见证之后呢 迈尔他就立定心志 他说他也要成为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位老师牧者 所以后来这个迈尔 他就成为了英格兰 最受欢迎的传导人 他成为了英格兰最受欢迎的传导人 那后来这个迈尔呢 他也来到了美国 开始什么 开步道会了 所以当他来到美国 开步道会的时候 他影响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查普曼 那他影响了这个查普曼 后来这个查普曼 也决心要开始什么 也开始要做步道的施工 那他就邀请了另外一个人 叫做比利星期天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棒球员 所以他就邀请这个比利星期天 跟他一起什么 做好长福音的施工 那后来呢 有一天 在1924年呢 他们两个人在 那个到了一个地方 到了那个Frank Graham这个地方 所以他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人的 到了这个土地上呢 他们要举行一场的祷告会 所以他们当时心里面 有一个感动说 我们要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来祷告 迫切地祷告 盼望有一个 这个地方能够出现一个 中心传福音的人 那么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呢 各位 在这一场的 持续的祷告会当中呢 有一个人得救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葛培里 葛培里牧师 20世纪什么 最伟大的 不道家 不道家 为什么说他很伟大 大家知道他 他那个 安息礼拜在哪里举行的吗 国会三专 美国的国会三专 所有的前任的总统 现任总统 出席了他的 那个安息礼拜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伟大 他是在他临终之前呢 十二任的 那个总统的什么 宗教顾问 在他的人生当中 他举行的 全世界的巡回步道会当中 有将近三千万人 因为他的缘故 决致信耶稣 对 非常伟大的 对 我相信说这个 爱德华金博 他没有想到过 他一次什么 小小的探访 邀请到了目的 后来能够影响到什么 这许多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盼望 我们在座的 已经信主耶稣的人 如果你曾经也真的是 接受过别人的邀请 来到教会 而进而认识了耶稣的人 我们存感恩的心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能够成为 那个什么 诚心 忠心 去邀请别人 来认识耶稣的那个人 因为你永远想不到说 你今天的一个小小邀请 会怎样子改变世界 有可能今天 你接受了邀请 或者你邀请了那个人 将来能够成为什么 大大祝福别人的人 所以 我觉得 真的是 我们今天 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工的时候 我们就在什么 回应呼召 信奴命定 所以我们不需要说 你一定要传福音道 一个人信主了 你才履行了你的使命 才达成了你的使命 各位 当我们今天愿意开始传 我们愿意开始 邀请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什么 履行我们的福音使命了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盼望 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受邀请来到这里 要让你来认识耶稣的人 你也不要 因为质疑的缘故 你就一直抵挡 不要信这个耶稣 像这个拿当爷一样 像这个拿当爷一样 接受邀请来了 敞开你的心 你尝试来跟耶稣交流 你尝试来什么 告诉上帝 你搞向上帝父亲 来跟你交流 跟你对话 你会来认识上帝 你会知道他的真实 你知道他的伟大 那么接下来 你也能够像拿当爷一样 从质疑认识 然后到什么 宣告 相信这位耶稣 真的是尼赛亚 他来 他的名字叫耶稣 为什么叫耶稣啊 圣经很清楚说 他名字叫耶稣 是因为他来 要拯救什么 拯救罪人 耶稣要来拯救罪人 这就是耶稣 这个名字的意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拿当爷宣告 耶稣是尼赛亚之后 那么耶稣给他一个议许 耶稣说 你将要看见 你这更大的事 所以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 你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 看见你 所以你看 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已经看见你 你就信吗 那么耶稣说 我要让你看见 更大的证据 这就是更大的事的意思 耶稣说 我要给你看到 更大的证据 更大的证据 是什么呢 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什么 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那么他再次 暗影了谁 暗影了雅各 所以什么叫做 他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呢 我刚才说过了 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 把他跟雅各做对比 对不对 那接下来 其实还是要 把他跟雅各做对比 他告诉他 你的祖先雅各 当他逃亡的那个晚上 他梦见了一个天梯 他梦见了那个天梯呢 梯子的 梯子的头顶着天 在上帝的前面 那么各位 在梯子的上下呢 有谁 有天使 神的使者 那么当时是怎么样子呢 雅各 当他逃亡的时候 晚上睡觉 等着石头睡觉的时候 他心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期盼 对不对 他里面有很多的期盼 如果真有上帝啊 上帝啊 你要保佑我 平平安安的去 也在那里保佑我 平平安安的回来 你要给我什么 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的一切 你都给我 所以他在这样子祷告 所以天使就把他的祷告 从这个梯子 就带上去给谁 给上帝 那上帝呢 接下来听到了 这个雅各的祷告 虽然他很诡诈 对不对 充满欺骗的一个人 可是上帝也同样 拆着天使 把上帝的义许 借着这个梯子 就是什么 来到了地上 同样就传达给了雅各 所以各位 借着这个梯子 这个拿大叶的祖先雅各 这个诡诈的雅各 得到了什么 上帝的恩典 那么借着这把梯子 这个常常欺骗人的雅各 上帝竟然给他什么 分社的一个应许 那么也借着这把 这个梯子 上帝说什么 上帝说 我要将你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上帝说我要赐给你土地 上帝说我要赐给你什么 人民 所以这是上帝给雅各的祝福 他间接说明了什么 上帝把亚伯罕所有的祝福 给了谁 给了雅各 所以他有没有承接了 赞子的之份 梅分 他承接了赞子的梅分 他得着了赞子 所应得的所有的祝福 对 他因为他欺骗 诡诈的手段 真的得着了什么 自己要的东西 那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上帝可以 使用什么 不同的人 那么在这里呢 上帝要告诉什么 在这里耶稣要告诉拿档叶 他说你的祖先 在他的梦中 借着这把梯子得着了什么 他所需要的 他所想要的一切 对不对 得着了恩典 得着了应许 但是呢 上帝 在这里耶稣告诉拿档叶 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要看见天开了 同样的 还是有一把梯子 只不过这把梯子 就不再是雅各梦中的那个梯子 你要看到梯子是谁 是耶稣他自己 所以天梯 就是耶稣自己 就是人子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各位天开了 天开了 耶稣以他的身子 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开通的那条什么 去往天国的路 所以耶稣 因为他的身子 为我们开了 去到神面前 得找永生生命的那条路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是天地之间 唯一的崇霸 耶稣自己也说 我是什么 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耶稣 也没有人能够去到天国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各位 为我们开了这条路 所以我们是从 耶稣这个梯子 到了谁的面前 到了神的面前 不靠你的善行 各位 不靠你今天 捐献了多少钱 不靠你做了什么 任何的功劳 完完全全靠谁 完完全全靠耶稣 所以唯有耶稣 才是那个通往天国的梯子 所以耶稣告诉拿大爷 你要看见更大的证据 就是什么 我要为四人死在 这个十字架上 为你们开出那条什么路 去往天国的路 所以你所领受的 是不是比你的祖先 更伟大的一个应许 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 我相信说 不单是 假当夜看到了 我们今天 所有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看到了 这是在历史上什么 既定的事实 确确实实的事实 有许多的记载 确确实实记载 耶稣为我们 重能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死后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所以加拿有一天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再次看到什么 天开了 耶稣基督要驾云驾灵 然后我们这些人 就被提到空中 与耶稣基督相遇 我们就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了 那个千十年的国度里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所做的 一切的事情 不能够使我们得救 只单单凭什么 因性诚意 所以耶稣只要你信 你信他为你的罪死了 你信他 你接受他为你死 那么你就得救了 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你做任何其他的什么功劳 所以我们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拿当耶 他领受的什么 更奋盛的义举 他因为质疑 他从质疑接受邀请 然后来认识耶稣 宣告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说什么 你要看见更大的事 他凭信心将要看见 这更主大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 各位 我们如果凭信心 我们将来也要看到什么 更大的事情 所以盼望我们不单是 能够有信心 想要看到将来更伟大的证据 我们更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做那个什么 邀请别人来认识耶稣的人 因为我们在地上 我们拟受了什么 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命 对不对 我们要去什么 十万名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大家的天父 我们再次来仰望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拆你的主上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拯救我们这些 本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 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教主 来寻找世人 世上的世人 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还愿意择弃天上的荣华 来到地上 为我们生 为我们死 将来为我们 又为我们复活 将来还要为我们再来 你所做的一切事情 为了来拯救我们这些 照你的形象 依然是非凿的人 因为你是在爱我们 你不要一人称认 让你来愿人能得救 你不但是希望我们自己 个人得救 你更是希望我们成为 那个十字架的传达者 你希望我们 能够将你的福音 传到我们身边 传到地区 所以主今天就求你 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虽然我们 很多的人 没有尊贵的身份 我们没有很大的能力 但是主 我们有你所造的口 我们能够开口 来传扬你的福音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福音 传出去 更是能帮助我们 成为那个懂得如何去邀请别人 来认识你 来接触你的人 主我们感谢你 祝你使用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和耶稣基督的名手 Amen 我们感谢主 接下来是我们 感恩奋献的时间 我们请同工到前面来 那在奋献的时候 也提醒地区姐妹 奋献的一个原则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